喵 在這集的開始之前呢 我們要先教大家一個物理小嘗試 叫做真空蒸溜法 今天這個原理會貫穿整支影片 所以大家一定要千萬記住喔 首先我們拿出一個針頭 我們先拿出一個溫水 大概大概是50度60度的溫水就可以了 然後大家要到真空吧 就是你要塞住你的頭 然後這樣子 真空 就這種感覺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把針頭裝上 我們在針頭的地方點上熱臺膠 把它變成真空的概念 往下拉 有沒有 這裡面沸騰了 就是這原理 我敢夾到手 嗨大家好歡迎收看超人少年 這集我們要跟大家聊聊工業廢水 我真的好怕我拍完這一集就不見了 台灣其實因為它先天地形不良的關係 所以它無法留住水 而在全世界排名呢 它是排名第18名缺水的地方 雖然我們台灣有豐沛的雨水跟非常強烈的颱風 但是我們有82%的水其實是流到海裡面去的 那剩下的18%呢 其實裡面有10% 是用在工業上使用 那在工業製程當中呢 其實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不管是要降溫清潔排屑 還是要調和物質 或者是你董事長拿來澆花 水在工廠裡面跟工業當中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我們名稱當中也非常重要 不過早期的台灣呢 其實是大家一個非常愛亂排廢水的地方 我相信現在也是 早期呢 因為在工業上台灣想要拼經濟 所以在70年代的時候 它在工業上的管理非常的不嚴格 當時大家都說客廳及工廠 你家的客廳就擺著兩台CNC 你家的客廳就擺著兩個專廠 那到時候它的冷卻液呢 或者是要一些小工廠裡面電鍍廢水呢 台灣在1983年的時候 就爆發第一起隔米的污染事件 在1986年的時候呢 大家應該還記得 台南的綠母藝 所以那時候我們還沒出生 以前小時候我們在鄉下玩的時候啊 你就看到旁邊有一些小工廠 拍出一個小水管 裡面的那個水是粉紅色還是綠色的 你小時候覺得好漂亮喔 你還會在這邊跟他講說 你看那個水是粉紅色的 不過我覺得回到以前 你可以用一種 因為知識不普及 大家比較沒有環境的觀念 那些工廠的人 他也有可能是好人之態 因為他不知道這麼做會污染環境 我們可以原諒 但現在我們就不能原諒 所以你如果明知道這麼做 不行 你還是要這麼做 就是故意 就像是以前我們可以對人開床 我就說我不知道他會死啊 現在你去跟法官說看看 因為呢在工業廢水當中 會有許多的 而這蛋跟鈴呢 會讓成為藻類裡面 當藻類擁有豐富的養分之後 大家瘋狂的繁殖 瘋狂的龐大之後呢 你會在水中消耗出大量的氧氣 也就是說在水中消耗大量氧氣的同時 大家會一起死 藻類會死 小魚小蝦跟著死 當小魚小蝦跟著死的時候 原本這個健康的環境就會變成 產生地獄的時候 很多屍體 很多死的小魚小蝦跟死掉的各種物質的時候 細菌跟病毒就會出現了 那另外一種就是重金屬污染啦 也就是說很多奇怪的廢水 然後排到河川裡面之後 他就是跟著河川進到稻米 然後再進到我們的水道裡面 或者是進到我們的觸海口 然後我們再吃掉 因為這些重金屬物質呢 它都是很難被分解 跟很難被稀釋的 終究就是回到我們身體裡面去分解啦 既然這些故事你們都聽過 為什麼大家還要偷牌廢水還要亂倒廢水 原因就是為了 省錢 如果今天我們以弗洛伊爾的角度來說 今天誰偷牌廢水 我們就解決這個人 解決這個人就是解決了這個問題 所以政府就是要嘛把老闆抓去關 要嘛就是去發錢 要嘛就是那個老闆再塞錢給政府 讓他不會被關 這是一個無限循環 所以就是終究我們還是解決不了 為什麼呢 因為工業還是要生產的 在一個地區或是每個地方 工業的製造它是必須存在的 啊不然你都不要用iPhone啊 你都不要塞車啊 我可以搭公車啊 公車也沒有 因為公車裡面你還是需要要有公車站 你還是需要有卡 你還是需要有各種 就是經過CNC切銷出來的東西 那工業的發展跟人類如何達成一個 善良的平衡呢 很難 但是持續努力 如果我們以阿德勒這個哲學家的觀點 去套入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因為呢一般人來說工業廢水的處理費很貴 所以他偷牌的時候就可以不用錢 但偷牌有風險啦 他有可能被政府抓到 他有可能生小孩會迴避 所以可能對他的思想來說 他覺得偷偷放掉 是最快的 不過你想想 當你的知識跟環境觀念好了之後 捨得讓你的小孩你的家人 都吃這樣的食物 情緒勒索 對 我叫情緒勒索 所以呢政府就想出一個方法啦 所有你要偷牌工業廢水的人 不是啊 所有你有工業廢水需求的人 你都可以集中到工業區裡面 你可以跟政府申請一個 排放納管 也就是說把你要排的廢水 都排到這個管子裡面 但是 我相信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財力跟有資歷 或者是有關係 能夠搬到工業區裡面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於是我們身為一個 工技科技知識潮流的頻道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看一個 經由 知識 機械 跟科技結合的一間公司 我有買過他們的空派器 非常厲害 但是呢 他們今天做這件事已經 跟他們的空派器完全沒有關係 不過他們的技術有關係 一個願意用自己 技術跟知識改變環境的公司 就是了不起 那我們的工業環保計劃 跟回收也能賺大錢 現在就出發 今天可以換你開車嗎 有啊 我不想開車好累 美國 印尼 非洲 馬達加斯加 德國 日本 各種奇怪的地方 他們呢 其實是一個外銷到世界各地 然後做空派器 非常有名的公司 然後當時呢 我們在提那個合作案的時候 他們就給我們展示他們很多機器 然後我就看到了那台機器就說 我覺得應該要拍這個 然後我就跟他說 這機器實在太屌了 而且他可以改變很多環境的資源 跟生態的平衡 如果寧願要拍 我覺得拍這台機器 才是對的 大家其實知道 富生他們的空派器 其實在台灣非常的有名之外 他連做高爾夫球筒 這樣的東西 都非常的屌 其實他們當時是為了要解決 他們在生產空派器的時候 因為呢 他們主要是用 裸桿式的 他們的空派器算是 比較 老膽式 那因為要做裸桿式的 CNC 所以它裡面的 切削液用量非常的大 那每年呢 他們自己工廠35台CNC 就產出了非常大量的 廢水跟工業廢水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於是呢 他們董事長啊 就是一個非常鼓勵 員工你能夠 三天兩頭 創意發想 拿公司的錢 自己做出一些 新玩意的公司 所以呢 就有一個員工就開始 實驗了解決這件事 不過你一定不知道 裸桿是長什麼樣對不對 裸桿其實在空派器裡面 是非常厲害的東西 基本 今天帶大家看 這個東西呢 就是裸桿 你可以看到它一開始的材料呢 是用鑄造 然後過來的 鑄造完之後呢 通常我們會拿到CNC上面 然後去做切削 所以在切削的過程當中呢 就會產生大量的切削液 那因為他們這間工廠呢 就是Only 35台的CNC 每天車 每天狂車 所以呢 就會製造出 非常大量的備存 那一般呢 以前我們有沒有看到的空派器呢 就是像是 氣缸的方式 上下上下 那他們呢 就是用裸桿 把它車得 非常的精細 所以他們是用旋轉的方式 把空氣擠壓到你的氣缸裡面 那相對來說也就是比較安靜啊 也比較節能啊 然後有各種很多的優點 這個東西我們在這級不贅述 那這些CNC撤出來的裸桿 大量廢水之後怎麼辦呢 那我們當然不能排到河川裡 所以就這樣辦 各位觀眾 在台灣有82%的水勢源 它全部都留在海裡 現在 你所看到的 就是你家工廠裡面 跟每一間工廠 都會出現的工業廢水 而這些工業廢水之後怎麼辦呢 各位 在我的口袋中 有一副贈餘五金的福克牌 這是一副很正常的福克牌 我們呢 現在請現場的觀眾朋友 還有 電視器前面的觀眾朋友 在這個正義五金的福克牌當中 選出一個 你想像的號碼 請記住 你心中的這個號碼 請問 一般水在煮沸的時候 要幾度 100度 很好 你的國小老師非常的開心 那請問在氣壓越高的時候 他的沸點會越高還越低 低 你的高中老師現在非常的生氣 氣壓越高的時候 我們的沸點就會越高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各位朋友 見證奇蹟的時刻 現在我們把這部福克牌 放到切消沸水裡面 待會 這部福克牌 就會出現在乾淨的水裡 我們要如何做到呢 請看 我們剛剛有提到 當氣壓越高的時候 它的沸點就會越高 當氣壓越低的時候 它的沸點就會越低 所以你在山上煮泡麵的時候 還沒到100度 你的泡麵就會沸騰 而這個時候 我們要如何幫工業沸水 來見證這個奇蹟的時刻呢 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用 大家還記不記得 當我們說 氣壓越高 沸點越高 所以氣壓越低 沸點就越低 這個時候 我們就需要用 噴空機 把你的沸水 氣壓 變低 那這個時候 它可能不到30度到60度的時候 它就能夠蒸污乾淨的水 所以你所看到的那些骯髒的工業沸水 它在經過真空蒸餾機之後 它就會馬上變成 乾淨的水 各位利用真空蒸餾法的原理呢 所以你的工廠不需要把水都煮到100度 你就能夠分離出你的 廢水 還有你的廢氣 各位 見證奇蹟的時刻 來你 你剛剛選的撲克牌 是不是就在這裡面了 你剛剛選什麼 台湯山 網信Q 有吧對不對 各位 千萬不要太震撼 太亮了 我已經震撼到想打你了 到底是如何破解這個厲害的魔術呢 我們請看 經過這間公司多年的研發改良 它的size已經變到跟我的身高差不多的大小 還有再加上我剛剛如此震撼的魔術表演 我覺得沒有很震撼 你一定覺得很震撼 沒有 有你一定有 NO 你現在到底想怎樣 那到底這台機器裡面它是如何運作的呢 我們來把它拆開給大家看 登登登登登 哇 авлив 它就是利用電力它去搬運環境的熱能 熱棒其實也是類似大家生活中說 吹到冷氣裡面的壓縮機一樣 冷熱交換的過程 產生熱能能夠經過 蒸餾廢氣液切削液的密閉空間 搭配真空的效果進行低溫的加熱 它就能夠不斷不斷的蒸餾出乾淨的水 而熱棒的原理它其實效率是非常好的 也就是說你只要投入一份的電量 就能夠產生四到五倍的熱能 它非常的省電 而它真空跟加熱的地方就在這個區域 在這個區域這個冷熱交換的過程 產生的熱能會經由蒸餾廢氣切削液的密閉空間 搭配真空的效果進行低溫的加熱 所以說它同時吸入廢氣的水 在這個空間裡面加熱並且同時抽真空 抽完真空因為低壓的關係 所以它的水很容易蒸發 蒸發出來到上面 上面之後冷卻之後 把乾淨的水從這涼水管線噴出來 所以這個的使用方法就是在你的機器旁邊 把你的廢水都收集起來 把它收集起來 那我們收集完廢水之後 下一個動作開機 啟動之後它就會出現這個乾淨的水 開 這些蒸餾出來的水就是如此乾淨的水 沖的時候浩哥的男朋友就可以開心運用了 還貴很貴 所以你就可以把你原本要排到河川裡面的各種 骯髒廢水蒸餾成非常乾淨的水 但是它雖然不可以直接拿來喝 但是你都可以重新再混合成切削液 然後再次使用 那它這些一直蒸餾一直蒸餾一直蒸餾 最後會變成什麼呢 它就會變得很像固體膏狀的東西 而你就可以慢慢把它提煉到 變成廢棄物去處理它啦 所以只要你工廠裡面的工業廢水 有大概百分之八十 裡面不包含強酸、重金屬、還是放剋性 還有各種管制的物品的話 那基本上你都可以拿來蒸 而且有些人會拿來把它蒸中藥、拿來煉丹 而這個機械它不只能夠保護你的環境之外 而且還能夠省下你的荷包 所以日本人很愛用喔 你看日本人除了奧運獎牌用回收的之外 連這種液體牌都不放過 而福生他們這間公司呢 因為他們在場內大概有35台的CNC 所以他們當時就用這台機器去測試他們自己的回收量 而福生他們自己呢 就把一年320桶的這類工業廢水 然後變成21桶的廢棄物 一桶喔 是這個桶喔 這個桶喔 所以他們把一個月委外的廢棄液 然後處理總共要30噸 大概52萬的費用 變成8萬8 好激勵的數字啊 省下44萬 所以這類機器人不只環保之外 甚至也保護了我們環境 如果回到阿德勒的心理學的話 只要你的體驗度提升 就不會偷排廢水了 當你不會偷排廢水之後呢 我們的環境就會變得更好 我們吃的飯吃的米吃的魚 就會更乾淨啦 而且重點是 你後生小孩不會免遞眼喔 那今天就這樣啦 大家一起保護環境喔 這裡是超人生少年 記得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拜託 這位老闆今天準備給你們的伴手禮 裡面有那個 濃縮的廢翼跟切翹的原水 還有水 大家今天回去猜拳 贏的人先選 看要喝哪一罐 謝謝老闆 不客氣